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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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古代四大名楼有黄鹤楼 岳阳楼 藤王阁还有哪个楼吗 我不知道 我记得上初三的时候我换了一个语文老师 他刚一上课就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也没有人知道 他就开始引导 这个楼啊 离咱们特别近 你们抬一抬眼就看见了 什么楼 什么楼 还没有人回答他 我就顺着他的逻辑接了一句 教学楼 所有同学笑得都特别开心 只有老师当没有听见一样 他就接着问 啊 这个楼离咱们特别近 是什么楼啊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 我就把那个尴尬的梗又讲了一遍 所有同学都笑得特别开心 只有老师他扔下了粉笔板摊 课也不上了 用光速请了我的家长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堂物理课上 我们学那个电流单位安 然后老师就发现底下有个同学在打扑克 所以把那个同学叫起来就问他 诶 这个是什么呀 那个同学想都不想就说尖 我们同学都笑得特别开心 老师也跟着一起笑到了趴在黑板上 其实这两个梗我们现在想起来 真的是天真幼稚又不好笑 但是通过两位的反应 我们就能看出来 就每个人对幽默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这也导致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就你们肯定也听过一个逻辑 就是你一个人耽误全班一分钟 全班都会被你耽误了多少到二分钟 那堂语文课五十分钟 我们班八十个人 也就是我那一个烂梗 就耽误了一个小长假出去 但是我物理课同学那个梗呢 就带给了全班一个多小时的快乐 而且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 刚才我讲那个烂梗大概用了一分钟 在场大概有五百个人 我又耽误了八个小时出去 但其实我觉得幽默永远是一种捷径 它可以让你帮助快速地建立好感 就比如说刚才那两个老师 你就可以迅速地判断出 哪位老师他更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吗 但其实我觉得幽默 它也可以帮助人面对生活的负面 我其实之前特别喜欢一档脱口秀节目 然后那档脱口秀节目的团队 就组织了一场训练营 就面对全国大学生招募 我当时在河北老家也跃跃于世 但是当时他提的要求是写一段文稿 然后录成视频 这两个都要教 我当时的文稿 就写了一些比教学楼好不到哪的烂梗 但是录视频的时候我犹豫了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我这个手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办法判断 就是我的手会不会影响我 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因为在当时国内的环境 所有的脱口秀表演者 他的身体都是健全的 所以我录视频的时候 就临时调侃了一下我的手 这一段我甚至都没有放到 什么对应的文稿里 因为在我看来 那是唯一一段 不以搞笑为目的的脱口秀 我其实做这个事情 是想让对方知道 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我不适合 你也不要选我去 就大家都不要尴尬嘛 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小段啊 让我在所有的人里边脱颖而出 当时审稿的是李丹老师 他就把整个视频 发给了整个团队 包括老板 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的手 不仅没有阻碍我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反而我真的是亲手打开了喜剧的大门 但其实我最近被大家邀请 就是因为我上了一档脱口秀节目嘛 我在这个节目里就把我的手 就写成了一整套段子 我没有想到的是 等节目播出完了 就有一些谈战人士过来给我发私信说 没有想到这样的特点 不仅可以被消解 甚至可以被转化为闪光点 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喜剧带给我的 不仅是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负面 而是通过我的思维 我的视角 让更多的人去面对生活的负面 我的本意不是想启迪任何人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 但是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 我也在把我眼里对生活的光折射给更多人 但是即便这样 我仍然不觉得我有什么资格弹励志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和励志是不对等的 我只是随便活了活 也没有克服什么巨大的难关 我觉得真正的励志应该是用拿脚弹钢琴那个级别的 而我只是用嘴说了一段脱口秀 如果我没有嘴还能说脱口秀 那是挺励志的 而且我在段子里就吐槽嘛 说老老是说我什么特别励志 特别坚强 然后看完这个节目的观众 就跑过来夸我特别励志 特别坚强 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那个段子就可以形成到闭环 就我吐槽那些说我励志人 然后那些说我励志人跑来说我励志 然后我吐槽那些说我励志人跑来说我励志 但是喜剧它不是一笑而过的小笑话 喜剧是一种生活的视角 它是一种把你的负面情绪转换来喜剧的能力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与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的 绝大部分的单口喜剧都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自恶基本的负面情绪 奇怪的 可怕的 困难的 愚蠢的 而且有一些单口演员他在生活中就是普通的人 他比赛道的各位只是多了一些喜剧化的处理 不是每一个透秀演员在生活中都是处处搞笑 句句带梗的 有的人就是丧丧的 还有一些人就会想 那你作为一个脱口秀表演者 你需不需要具备什么演技啊 口才啊 我觉得演技肯定是锦上添花的 但是演技并不是当过局的地基 因为我们在台上需要演的就是对生活化的自己 就是只有当你真诚的时候观众才会放下戒备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特别社交恐惧的人 没有必要为了这几分钟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什么社交达人 有一些演员他的确也是恐惧的 在台上他也不会演示自己的恐惧 因为只有当你是这样真诚的观众才会察觉到 反而是有一些人他们就带着波音墙上场 观众就一下就看出来你这个人是非自然的状态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老人会比新人更运出效果 一个是他们在台上不会呈现出过度紧张的状态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文本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的 有一些新人他在台上就会这么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 你听到这就知道这个人无聊透了 你单口喜剧的基础肯定是要好笑的 但是所有成熟的作品都是在此基础上传达思想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搞笑而搞笑 观众会比任何人都先察觉 但是基于负面情绪创作也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当你在生活里没有负面情绪了 创作这件事就会变得很难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我生活中只要出现了什么负面的什么小细节 我就赶紧把它记下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就好像是我生活中的馈赠一样 很多人捕捉什么幸福的瞬间 我就捕捉这些负面的细节 我觉得喜剧其实带给人最大的改变 就是让你更坦然更真诚 就当你生活很难的时候 你也可以换一个视角苦中作乐 我之前一直在上海实习 有的时候经济就特别紧张嘛 我看见想吃的蛋糕我就会想 等我转正了 我一定要吃的五块 有时候看着特别想看的演唱会我就想 等我转正了 我一定要买个那场钱牌 有时候生命舍不去看没有个想 等我有了医保啊 我一定要得个大病好好爽一爽 我已经记不清我转正以后列了多少清单了 我就记得在那时候啊 我在上海市中心给我自己看了一套月层的房子 我当时觉得我临那条房子也就差转正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抱怨 什么大城市住房男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转正 但是现实还是很快让我清醒了 我走进我那个容纳不下两个人的房间 躺在我的折叠床上 看到这折叠牙刷和折叠盆 我就觉得我的尊严仿佛也可以折叠 我感觉我这个房间再这么压缩压缩 就可以被折叠成一个黑洞 别人来我家也是能夸 哇 你的房间可真有吸引力啊 喜剧能让我这个小破屋变得蓬蔽生辉 它也能让普通的生活闪光 它可以帮你快速和陌生人建立好感 也可以帮你面对生活的负面 换一种视角看生活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坦然更真诚 只要你愿意去相信生活是原途 喜剧是滤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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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